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解读海量数据的工具 想象一下 一架无形的侦察机在互联网的天空中翱翔 捕捉每一个数据包 分析每一条信息流 最终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洞见 是不是很酷 挨数据侦察机的起源 让我们先回到20世纪中期 那时候的侦察机可是实打实的飞机 飞行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方领空搜集情报 而今天我们的侦察机已经进化成了无形的i算法 穿梭在虚拟世界中 你们知道吗 最早的i数据侦察机 其实是从军事领域借鉴而来的 总之暗时期 美国和苏联都在拼命发展电子侦察技术 后来这些技术逐渐被应用到商业和民用领域 i数据侦察机的工作原理 那么这些i数据侦察机是如何工作的呢 它们主要依靠几个关键技术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和大数据分析 举个例在网上搜索最好的披萨店时 i数据侦察机会迅速捕捉到你的搜索行为 登记你的偏好 然后推荐最符合你口味的披萨店 是不是感觉有点被监视的感觉 别担心 这些数据都是匿名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用户体验 有趣的应用场景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问 这些i数据侦察机到底能干些什么 让我来给你们讲几个有趣的故事 一 金融领域的富尔摩斯在金融市场上 i数据侦察机就像是富尔摩斯一样 能够迅速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预防金融诈骗 否则一家银行通过i数据侦察机 发现了一系列异常的转账行为 最终成功阻止了一起大规模的洗钱活动 二 医疗领域的神探 在医疗领域i数据侦察机 可以帮助医生更快地诊断疾病 比如通过分析大量的医学影像数据 i可以提前发现癌症的早期迹象 大大提高了治愈率 三 娱乐领域的博乐 在娱乐行业i数据侦察机 可以预测哪部电影会成为票房黑马 通过分析观众的观影习惯 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热度 电影公司可以更精准地进行市场推广 未来展望 未来i数据侦察机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也许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专属的i数据侦察机 帮助我们管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从健康监测到财务规划 再到个性化的娱乐堆建 i数据侦察机将无处不在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也需要更加关注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无端窥探 对吧 总之 i数据侦察机就像是虚拟世界中的超级英雄 既神秘又强大 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工作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安全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这个神奇的领域有更多的了解 也期待你们未来能成为这片天空中的一员 为i数据侦察机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虚拟艺术策展人 展示数据的艺术杰作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前卫又充满趣味的主题 i虚拟艺术策展人 展示数据的艺术杰作 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 但其实它已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悄然发生 首先让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是i虚拟艺术策展人 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策划和展示艺术作品的方式 传统的策展人需要具备丰富的艺术知识和敏锐的审美眼光 而i策展人则是通过分析大量数据 从中挖掘出有趣的艺术作品和展示方式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 为真的能理解艺术吗 这就像问一只猫能不能理解猫咪视频一样 答案是 它们可能不完全理解 但它们确实能够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 i可以通过学习大量的艺术作品 从中找出一些规律和趋势 甚至能够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几年前 一个名为Ovvius的法国艺术团队 使用了一个名为GN生成对抗网络的i模型 创作了一幅名为Edmond D. Bellamy的画作 这幅画最终在加士德拍卖行以43 2万美元的高价售出 这个价格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甚至让一些传统艺术家 感到有些酸葡萄的味道 那么i策展人是如何工作的呢 他们通常会先收集大量的数据 包括艺术作品的图像描述历史背景等 然后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i可以分析这些数据 找出其中的模式和趋势 接下来i会根据这些分析结果 策划出一个展览 并选择最合适的展示方式 有趣的是 i策展人不仅能够展示传统的艺术作品 还能够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形式 比如i可以将数据可视化 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美丽的图像 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 也能够更好地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 当然i策展人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i可能无法完全理解 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和文化内涵 这些都是人类策展人所擅长的领域 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i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懂得i说 i虚拟艺术策展人 是一个充满潜力的领域 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 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利用数据 就像一位智慧的老朋友曾经说过的那样 歌迹是人类的延伸 而艺术是人类的灵魂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更多的关注和探索这个有趣的领域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数据心理学家分析虚拟世界的情感波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前沿又有趣的课题 i数据心理学家分析 虚拟世界的情感波动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天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状态 今天的咖啡真是太棒了 几分钟后你的好友们纷纷点赞评论 有人说我也喜欢这家咖啡店 还有人说今天心情不错吧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朋友间的互动 按在背后 有一位i数据心理学家正在默默地观察和分析 这些情感波动 这位i数据心理学家并不是一个真人 而是由复杂的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组成的 它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社交媒体数据 聊天记录 甚至是你在网上购物的行为 比如当你频繁搜索减肥方法时 i可能会推测你对自己的体型不太满意 当你连续几天都在深夜发状态 i可能会猜测你最近有些失眠 那么这些i数据心理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呢 首先他们会收集大量的数据 可能来自于你的社交媒体电子邮件 甚至是你使用的各种应用程序 接下来他们会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来分析 这些数据识别出其中的情感倾向 比如开心愤怒失望等等 有趣的是这些i不仅能识别情感 还能预测情感的变化 比如当你在网上购物时 i可以通过分析你的购物车和浏览记录 预测你接下来可能会购买的商品 如果你最近频繁浏览旅游网站 i可能会猜测你正在计划一次旅行 并向你推荐相关的旅游产品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幽默的例子 曾经有一位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状态 今天真是糟透了连咖啡都撒了 结果i误以为他对咖啡有强烈的负面情感 开始向他推荐各种茶叶和果汁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i在情感分析中的一些局限性 懂得来说爱爱数据心理学家在分析虚拟世界的情感波动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它们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还可以在心理健康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通过分析用户的情感数据 i可以提前识别出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用户 并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隐私和伦理问题 毕竟情感数据是非常敏感的个人信息 我们需要确保这些数据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得到妥善保护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i数据心理学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次再见 记得保持好心心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探讨 对有i数据侦察机 i虚拟艺术策展人 以及i数据心理学家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i技术不仅令人惊叹 还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虚拟世界的巡航 艺术展览的策划 还是情感波动的分析 都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得 在结束之前 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i技术就像是虚拟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他们无处不在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与惊喜 但同时也需要我们谨慎 对待数据隐私和伦理问题 各位 如果你们也对这些话题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或者提问我们无法覆盖的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期待你的智慧花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的热情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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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